你们知道吗 曼谷四面佛邪对面的中纪酒店 以后也可以吃到我们的中餐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不单是我们祖国的博庆节 也是我朋友在那边的中餐厅 开张大吉的日子 这是我今天为朋友准备的贺礼 鲁威 她也是富贵的意思 我可真是个女汉子 哇 门前已经放满了花篮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潮香大酒楼 潮香大酒楼作为曼谷老牌 粤菜潮汕菜馆 是许多初来乍到的中国同胞 打卡的第一站 同时也是许多华商举办宴会的 首选酒楼 趁着他们热闹 我们先进去看看吧 这里是大糖的部分 中国人必备啊 店内设有大小不同的包厢 同时提供卡拉OK设备哦 潮香大酒楼 主打潮汕菜 粤菜 鱼翅 燕窝 鲍鱼海鲜 乳味 各式小炒及火锅 还有适合多人团餐的各式套餐 性价比超高哦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扫 内 活动嘉宾阵容强大 分别为酒楼开幕送上祝福及期盼 中餐在泰国发展历史悠久 而粤菜早已成为了泰国的一大菜系 为了推广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 林伟董事长表达了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初衷 并且对每一位来宾表示感谢 相传 明代初年 广东博山出现一头怪兽 每份新购之交 便出来糟蹋庄稼 伤害人畜 后来有人建议用诗舞来吓唬怪兽 果然奏效 所以舞诗有驱邪避害 祈求极力的寓意 上菜喽 活跳墙 哇哦 鱼翅 鲍鱼 排骨 这碗餐绝了 货后超棒的 香辣鱼柳 这袋子好大 三分之一的拳头 哇 咖喱炒蟹 来啦 印菜来啦 印菜都是最后上 炒饭 板杀芋头 炒上菜的色色 别忘记啊 洲际酒店地下一层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哦 说出啦